他死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要掉了 小布甲 这就是小布甲的威力 针对孙上香 戈亚 还有鲁班七号 这三位 这三位射手的话 我们是要出一个小布甲的 百事百灵俊的 我只教大家最简单的东西 我不跟你讲细节 因为讲起来太麻烦 我直接跟大家讲最简单的东西 你不管带什么名文 遇到戈亚 孙上香 鲁班七号 你只需要出小布甲 你就能打得过他 但前提是你要跟他打 你别你打他一下 他打你一下 你赶紧跑 就让人家多点你一下 这你是怎么样都打不过的 你必须要不怂的去跟他点 打莱西尔正常出 莱西尔都 莱西尔都算不上 加罗都不害怕他 加罗反而克制他 莱西尔他不管出什么 我们加罗出小匕首就行了 如果你真的是有点害怕的话 你就也出一个小布甲 好吧 但是出匕首 那个手感会好一点 我觉得 咱们有时候呢 你会感觉你在跟对面射手对线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掉血掉得很快 你就会产生一点害怕 是不是 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就对吗 你感觉前面刚开始跟对面对点的时候 这个鲁班七号放了个技能 一下你掉了半管血 你就怕了 你怕什么呀 他就这一个技能伤害高 你怕什么呀 他下一个技能还要等好几秒钟呢 就不要去怕 我们一技能是一直开着的 他的技能只是一下子就打出来 他就进入冷却时间了 知道吧 我们的技能是一直开着的 所以说前边我们掉血块 后边他掉血块 慢慢来 不着急 小心 此时此刻 没有人过来抓我 我们在线上发育的 好稳定 如果说你连续吃了他两个技能 就不要打了 我们就走了 我们就不跟他对点了 单挑的话是没有绝对克制的 就是说他点你一下 你点他一下 他点你一下 你点他一下 这样的话是没有绝对克制的 就是说他点你两下 你点他一下 这样的话他就克制你了 就跟刚才鲁班七号 直接先打了我两个技能 我直接不跟他打了 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打了 一下普攻 K到一个 关闭大招提升一速 追 追 Double Kill 失觉圣燕准备好了吗 一下普攻 零下普攻 三下普攻 打扯消耗暴击 二技能打过去 成功 两段伤害没有掉 快走 完了我掉了 挡一下挡一下 替我挡一下 一下普攻 破盾 破盾 来吧 小鲁蛋 对点一波 你来抓我的 你又不敢跟我点 让我感觉 很没有面子 大招还未冷却 技能不全 撤退 大招已经好了 大招已经好了 暴击 暴击 扯下拉开 哇 我发现这个 我发现对面这个刘 刘备怎么老是盯着我打呀 别老是盯着我打行不行 开始撤退 那么多人都在脸上呢 搞得我都不敢参团了 说实话 43004200 他的经济有点高 小心点 快走 打不过了 他经济有点高 打不过了 这个塔直接放掉就行 不用熟了 或许七年后 红克也收一下 引刃直接出 再出一个狂暴双刃 加上一个逐日之宫 4700经济 直到现在我们家张飞没有来过啊 兄弟们 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巅峰赛 你玩家罗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 在那边打得太憋屈 太憋屈的话 你不但没有游戏体验 反而输赢全在队友那边 你自己掌控不了的 相信 我相信所有玩家罗的人 你都不想就是太依赖队友 对吧 只是只是形式 被迫 让你没有办法去依赖队友 必须要去依赖队友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家罗 可以说是我非常的想依赖队友去赢 就是队友掌控着我的输赢 他们打得好就能赢 他们打得不好就得输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就跟就跟这一把一样 如果说我们 我们正常去出装的话 没有队友一次都不来 一次都不来的队友的话 你在线上连卤班7号 这一关都过不了 我们可以去转线吧 你把经济给 给刷起来之后 真不行的话 到后边我们浪费点经济卖掉 把这些装备卖掉 重新换回来 你太依赖辅助的话 但是巅峰赛当中 可不是说你想要辅助跟你 辅助他就会跟你的 巅峰赛当中 这得分很多情况了 你运气好 排到了一个好的辅助 那他就会跟着你 运气不好 那就没办法了 后期减速追 一下不攻 秒掉了 我去你们在干嘛 即使说我现在 我这把一直都是 经济一号位 以及战绩是最好的 MVP啊 我们家的MVP吧 可能是 不算 就吕布打的比我好 吕布的战绩是比我们好的 我们这把 我们这把的战绩 不管是从战绩 还是经济 还是说在线上兑现 各个方面 医学也是我们拿的 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唯独 张佩一次都不来帮我 那你没办法呀 对不对 按道理来说 你可能说加罗这个英雄确实 不太招人喜欢 但是你打出一个好战绩 按道理来说 该保护一下了 属丝没有 没有 你没办法 只能去刷兄弟 只能去刷 来个无兵线拆他 走了 对面打野是谁 刘备 刘备小心点 刘备没有露出来 要小心一点 我是真害怕刘备 从潮里面突然出来 开着大招 直接就盯着加罗打 很难受 小心 刘备在这里吗 这个难我要了 我希望有人不要跟我抢 大招一开 我们直接顶他 节奏稳住 下路兵线可以去吃一下 注意点 注意点刘备的位置 刘备在这边 张飞要单吃兵线的 这张飞 这张飞竟然单吃了一整波 两波 一波半的兵线 手势是有点给力 7200 稳住 稳住 别着急 6-1-0 没有助攻这一把兄弟们 这吕布叫我一个人守中塔 我是有耐心 没耐胆 我也很想守 但是确实兄弟们 守不了 你能守吗 如果是你 你能守吗 你守不了 对面一个中奎在那里卡着 我就不敢守了 更别说 更别说还加上一个西施 在那里卡着位置 让我们一个人去守 他拉不到我的 西施下个赛季 玩的人应该不会太爽 好久没看到西施了 西施这个英雄 真的很克制加罗 但是好久没有人看到这个了 下个赛季 西施要出皮肤的话 玩的人应该会很多很多 所以说你们要小心点了 兄弟们 咱们加罗玩家下个赛季很痛的 下个赛季是法师的赛季 你们仔细去算一下 之前还有一个嫦娥 我们克制 现在连嫦娥都没了 现在所有法师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会让你感觉很恶心 开始撤退 吸沟血吸沟血 40滴血 三下普攻回40滴血 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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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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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普攻回40滴血 什么回血量这到底是 什么今天的回血量 8600经济稳住 6-1 马上超神了 再拿两个人头好像就超神了 先把这个红给收了 我们家打野是蓝灵王 这个蓝我也可以拿的 他是蓝灵王的话 这个蓝我是可以拿的 因为蓝灵王他本身 不怎么好蓝 真的 不怎么去好蓝 小心点 又到了紧张刺激的逆风手将换机 这一把张飞除了在单吃兵线 就是在单单 除了单吃线就是单单 完全 不但不保护我 连中单也不保护 他可以去死了 忍住 小心中腿的位置 对面已经准备就绪了 马上超神 马上超神 稳住兄弟们 卤弹卤弹 小心中腿的钩子 吸湿的吸湿的拉人技能 中腿的钩子 稍微的注意一点 还有一个刘备 小心点 刘备的位置 但是我这波有闪现 这刘备拿我 我没有办法 出一个吸血道吧 这把要整个吸血 没续航很难受 那他们把视野给我踩出来 那我需要他们把视野给我踩出来 拉扯 来吧兄弟 暴击减速 成功 哇 张飞丹吃了 帅 这个蓝能不能给我 往后撤 不着急 心不慌 手不抖 跟着我的感觉走 请求集合 那就浅浅的支援一下吧 全是传学 快走快走 打不了 我真怕他给我来个鱼石网破 兄弟 项羽可是有一个霸王一刀斩 称号的 我真怕他给我来一个鱼石网破 那就有点受不了了 开始撤退 谁还敢说我没有续航能力 现在是11500经济 对面只有一个鲁班旗号的经济还可以 能跟得上 其他人都不行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准备迎接最后最关键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波团战的兄弟们 最后的团战 其实双方现在差距并不是很大 我们只领先了对面5000经济 生死有命复归在天 准备博一博了 注意我的站位 21秒钟闪现要等一个闪现 最起码要等一个闪现好吧 我闪现是用来躲这个刘备大招的 刘备技能的 如之弓一开 一下不攻两下不攻 来吧 准备对我下手了 我的妈呀兄弟 拉扯消耗 关闭大招 一下不攻两下不攻 霸王 你到完了 稳住稳住 别着急 把这个视野给踩一下 我可能要去出一个 我可能 算了没必要 复活甲吧 我们直接上复活甲了 准备 我想出破桥 但是对面他并不是我 20分钟之前不考虑 这件装备不考虑 开龙 完了完了 BBQ了鞋子全不够 准备迎接最后的团战吗 保护我方 保护我方加入 可别可别 别吓我 别乱标点 吓我一跳 我想去拿一个红 但是这个团战真的是马上要打起来了 我感觉 现在就就插一个导火线 看谁是导火线 导火线直接上了 兄弟 行行行行 快走快走快走 吸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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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急 吸口血 我就吸口血 人都没了 完了 守不住了 兄弟们 守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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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冰箱怎么守啊 这波冰箱 我没有闪现的 开始撤退 开始撤退 三 二 一 能守住 能守住 我沉默一下 暴击减速 一下不攻 零下不攻 给我掉 追追追追追追追 三 二 一 二技能复活 直接沉默 我预选一个复活奖 吸口血兄弟 吸口血 让我吸口血 能守能守 问题不是很大 兄弟们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直接预选一个复活奖 一波 没关系 没关系 无所畏惧 三 二 一 复活 直接沉默 两端伤害 一下不攻 带走 一波 游戏 解决 十二 十一 缸二 轻松拿下